台媒称解放军潜艇现行 遭台军成功级护卫舰收获 一场狂欢背后的无知 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日息的临近 关于两岸之间的任何军事较量都会成为舆论的热点 特别是那些能够让台独分子狂欢的消息 近日台湾地区当局突然宣布 侦获了台军飞行员试图驾驶直升机降落在山东舰上 也就是向大陆投诚的大案 几乎一事同时 台湾网络上又传来了解放军潜艇 遭台军成功级护卫舰收获逼迫上浮的消息 相比较而言 能够展现台军强大反潜实力的爽文又显得特别刺眼 这个事件源于台湾地区的军事发酵有发布的一则消息 细心尚未获得媒体披露以军方证实 但台湾声具有优异反潜能力的成功级巡防舰 收获了共军名级改良型常规潜艇试行 据原位声称 这艘军舰的舰首声纳 侦测到了一艘035B常规动力潜艇 其悬号为311 双方在该海域对视中 成功级巡防舰可以故意敲击水下声纳 让底下解放军潜艇官兵的耳朵受不了 台军弦号为1106的成功级护卫舰 驻地为澎湖的马工 平时呢 以侦寻台湾海峡为主 盖艇舰拥有一定的反潜能力 也能担负起舰队防空任务 从1996年服役至今 该舰已经有快30年的舰铃了 这则消息的另外一个主角 也就是悬号311的解放军035B常规潜艇 于2003年入列 隶属于南部战区 而且盖艇现在已经换装了不依赖空气推进的系统 以及加装了销声网 大幅度的降低了噪声值 具备水下潜射反舰导弹的能力 据台湾地区的军事发酵有披露 解放军的常规陷阱 陷身于台湾岛的恒春外海 又招台军侦获 这件事是真的吗 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考验智商的问题 首先美国的佩里基军舰配备的是SQS56层纳 这是一种中频声纳 而且还是几十年前的技术 根本就不具备给解放军潜艇发射声纳信号 让解放军官兵耳朵受不了的情况 说实话 就算是美军的核潜艇发出的主动声纳 也不大可能让解放军潜艇官兵的耳朵受不了 因为这已经违背了潜艇作战声纳工作的基本原理 对人印象比较大的主要是两种声音 一种是低频 这种声音功率够大的话会引发人体共振 引发不适 二是高频的声音 尖锐刺耳 使人感到精神紧张 然而军舰上发出的大多是中频声纳 只会对潜艇内部的声纳兵有一定的影响 但绝对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任何不适 其他艇员位于潜艇内部 几乎不会受此影响 何况潜艇本身就是一个声音过滤序 何况在作战模式下打开主动声纳 就相当于是主动寻死 可以说台军还没有傻到这种程度 就算台军的佩里吉护卫舰发现了解放军的潜艇 也不可能马上都得知是035B型裁电潜艇 而且还明确的指出悬号为311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发射的是主动声纳 他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认 水下的潜艇到底是哪一艘 此外呢 你也没有派出潜选员到水下去他干 其唯一的办法就是逼迫潜艇上服 或者是对方主动表达身份 问题是台军的一艘落后的护卫舰 有实力让035B潜艇主动上服吗 此次网络消息却未见台军公开证实 既被一些台湾地区的自媒体学者和专家大肆吹捧 其动机令人怀疑 第四认为单舰在大洋上侦获潜艇很简单 这完全违背了现在反潜战的复杂性这个规律 真实的情况是 实行反潜作战任务 往往需要出动多艘军舰进行阵地伏击 以及区域游猎等战术 还要有反潜机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即使如此也很难发现潜艇的中绩 如果按照台湾媒体的说法 035B已经配备了AIP系统 再加上常规潜艇在隐身性能上的优势 要想在大海里真获常规动力潜艇 那可是千难万难的事 总体而言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的关键时刻 我们还真的要注意一些台军无敌爽文的出现 因为这很可能就是民进党所派发的洗脑毒丸 对此我们一定要给予结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